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墾丁国家公园的解说员林琼瑶 欢迎大家来到龟山 龟山位在墾丁国家公园西北方的入口 紧邻着海参馆 外形像一只乌龟背负着方印而得名 整个全区的地质是以珊瑚礁为主 龟山原本是恒春西台地的一部分 因为受到河流还有海浪的侵蚀 而形成独立的残丘地形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到龟山自然步道 去走一走看一看 龟山虽然只有72公尺高 但是山顶的视野非常开阔 往东望中央山脉尾端的低山丘陵 一路以礼而下 恒春重谷平原的聚落田地都一览无遗 往西望是蔚蓝的台湾海峡和海参馆 往北望可以看到宝丽西和四重西 因为季节变化而形成的河口地形 这两个河口在冬天干净的时候 受到波浪带来沿岸飘沙的影响 堆积成沙蹄 封闭河口 形成墨口溪的景观 河水是借由渗透的方式 流入到海底 到了夏天雨季的时候 溪水的流量增大 冲开沙蹄 就形成沙嘴的地形 龟山也是探索 恒春半岛历史的窗口 早在日治时期 这里就已经发现石前遗址 距今大约1500年的龟山石前遗址 这里出土的陶器纹是最受注目 可看到很特别的人形纹 几何纹还有云雷纹等等 龟山遗址也发现了 大量的动物骨骼遗流 其中以陆科动物 就是梅花路的骨骼 出土量非常的庞大 那学者推测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当时候这里的聚落 人口数非常的众多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里可能是当时候一个重要的 陆类商品的转运站 青铜制十年 也就是西元1871年 琉球船民遭遇海难 从九棚一带上岸 被高士佛舍的原住民杀害54人 日本人就以这个事件为借口 在1874年发动战争 从舍寮登陆 以龟山为牧营基地 沿着四重西攻打牡丹舍 这就是著名的牡丹舍事件 之后日军也把龟山 视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在这里开发驻营 也因此建造了龟山内 纵横交错的军事坑道 后来国军也在这个地方驻守 虽然整个阵地都已经荒废了 可是我们从龟山步道沿途 从山腰到山顶 到处散播着各种军事构筑和防御设施 可想见龟山地形地势的重要性 几千年前 史前人类在龟山列路采贝维生 一百多年前 日军在这里登陆 攻打牡丹舍 为台湾开启新的一页历史 而今恒春半岛的居民 在龟山周边种植洋葱 营造着崭新的产业风貌 各位朋友到墾丁参观旅游时 别忘了登上龟山 跨入时光的轨迹 感受国家公园自然与人文的美好